这个是我们的结婚照 这么大的三个 还有一个包裹没回来 我没想到这么大 好蹦 只能这样蹦了 这个婚纱照还是很期待的 赶快拍个小美看一下 等一下打开看一下 看它长什么样 来开个箱看一下 这个是能够一拉倒 这个是 看一下 好不好看 好看 还可以 小美 你看 就不打开了 现在 我不看一眼 这个小摆的还挺好的 这哪位帅哥 还可以吧 哇 这一张美 这一张美 小美你看 这是你的大人solo 大人照 还可以 这还有一些小的 哎 你看这种在草坪上 嗯 这草坪的都做了小的 挺小清新的 鞋不拆开了 我放过去 这种应该是九宫阁 不打开了 哇 这里还有一幅大的 这不这么大了 还可以 还行 这个还有一幅 哦 也有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中式的呢 这个是学生装 我们的中式的去哪里了 嗯 中式的呢 不会变成新式的呢 我还蛮吃的 中式的呢 这张也好看的 看是不是在这里呢 看在这一步 良缘 哈 怎么样 两性联姻 一旁地约 良缘 永结 匹配同称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 就在了吗 还有个相册 还有些东西没划过来 我感觉还少一幅中式的大窗 我记得是有一幅 这种 我记得这种大窗 有一幅是中式 有一幅是西式的哈 为什么只有一幅呢 他说要跟他们讲 要做一幅是中式的 因为这一个房间 客厅它都是中式的 那肯定是要观众式的这种相册 是不是还有没记过来的 我跟他们讲一下 小美你看到相册喜欢吗 今天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办婚礼 把小美正式的去回家 第二件事情的话 我们要下半年可能要去看他房子 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去在厂商买他房子 还有两件大事 一件一件来 那现在我回来的话 也是要准备婚庆的事情了 我要去联系婚庆公司 要这个日子也确定10月1号嘛 厨师也确定好了 现在就差婚庆公司 因为11月1号这个日子也比较好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人结婚 所以明天会到市里面去 把婚庆公司也定下来 就放心了 回家 把事情做好 就马上得去杭州了 好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